好,那大家也不知道,還有就是 那我們先講講疫情,1月8日 之前,哇,全世界厲害了我的國 四個字,嚇到賴屎 嚇到賴屎 詳情,今天Patreon也有講的 Patreon今天,其實連續幾集都講關於中國疫情的事情 大家有興趣的話,就支持小弟Patreon 每個月都只是5元美金,5元美金 希望可以駁到你用一杯咖啡的成本 支持小弟的Patreon 包括又講了中國的疫苗問題 為什麼搞到這樣,其中一個都是疫苗的問題 而這個疫苗的問題,其實又回到你中共的問題 就是你那種貪污腐敗 再加外國主義泛藍的結果 你覺得你的滅活技術很... 其實不關什麼技術事 不是硬件的問題 提及到這個疫苗問題 今天也探討過就是... 探討了一篇文章 我找到一篇是長平寫的文章 長平是一個相當出名的中國的評論員 作家 當然現在不是中國 不是搞了 不是死了 他寫了一篇文章 我覺得非常之... 還有其實... 其實就是我經常說過的事情 就是現在這個中共... 中國發生的事情 就是一個歷史循環 是不是 又... 這幾十年... 又回到之前了 所以經常跟我說歷史歷史 我想告訴你 教育局也好 是不是 小粉紅也好 你想... 這句說話 我墮錢入你的袋 你想下一代 愛你國... 愛你國... 愛你國...愛你黨 你不要讓他讀中共歷史 說真的 這句... 語重心長 你讓他真的知道你的歷史 哪些人讀人 喜歡的那些就是瘋狂的 告訴你 是不是 可能是權力狂迷 可能是 或者是那些... 不知道... 總有人瘋狂的 是不是總有人瘋狂的 是不是 幾十年前 中國發生了什麼事 大饑荒也 大躍進 這篇文寫得很好 它說60年... 1960年的時候 你看這個人民日報 你不知道大饑荒的 你只會說 我們成功對抗這個...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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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幾十年後 2022年 你看人民日報 都是說偉大主席 習近平 如何帶領大家 抵抗這個疫情 又或者是怎樣 令到經濟繼續求進 經濟被你搞死了 現在你搞... 你叫做搞好它 是不是 搞死的是你 然後叫做搞到沒那麼死 然後你就在那裡歌功頌德 這些事情可以隱瞞到多久呢 我覺得隱瞞到不久了 隱瞞到不久了 隱瞞到不久了 這些內情 這些詳細的討論 就在Patreon節目 按下面 那條連結 就可以進入到小弟的Patreon 那就多謝支持 OK 那就... 全世界都很牛底 韓國裡面 在中國的駐十間外交使館裡面 六成人中一招 好了 日本 加強檢測 驗了92個 是有確診的 90個來過中國 是從中國來的 這樣每一個國家 都要面對一個問題 就是究竟你封不封中國呢 或者你封不封中國 或者你要加強檢疫到什麼程度呢 很矛盾的 你明明你是不怕 我們也不怕疫情的 這世界各地 開放了嘛 口罩也不戴的嘛 按道理 你是不需要怕中共的 是不是 但是很害怕 為什麼 不用解釋 是不是 中國人 中共 港共 告訴你 全世界現在很害怕你 摩洛哥 算北韓之後 第二個 完全禁止中國公民 嘩 更厲害 北韓就說中國公民 摩洛哥說 你去過中國也不行 其實應該要這樣 是應該要這樣 如果不是的話 你博咯 你可能博贏的 是不是 可能來幾百萬個中國公民 沒事 或者就算你染到你陷阻中招 但是 輕症來的 而你得到龐大的旅遊 收入 你可能是博型的 你博不博 你博不博 所有要向民意交代的國家 都不會這麼博 是吧 突然間用一百萬中國人 搶掉你的藥 衝掉你的醫院 是不是 你不害怕 你不害怕 那究竟中國死了多少人 這個問題 真的沒有一定 八九六四 我們問過這個問題 我們沒有答案 2022年 我們再問這個問題 究竟中國死了多少人 也沒有答案 根據之前網絡 涉露出來 網絡涉露出來 就是這個衛健委 忘記是湖南還是廣州 忘記是哪個衛健委 就說 12月1日至20日 二十日期間 兩億五人中了二 其實這個數字 一點都不起奇 有幾奇 五個中一個 不高 其實不算高 但是他公佈 中國官方公佈死了12個人 這下真是恥之 兩億多人 死了12個人 很厲害 是不是 但是呢 你只看名人也不知道死了12個人 這個就真是過癮了 因為你是名人 普通人是二打六的 張三李四 陳王五九 死了 死了就死了 但如果不是 你是知名人士 你會有盜聞的嘛 那些知名人士 知名度是連地方政府 都要鞠躬的 這樣就麻煩了 接著媒體就 現在全世界是各 各出其謀去估計 究竟中國有幾個大王 現在 有些 譬如香港大學 不是香港大學 不是香港大學 香港某一些研究機構 我不知道是不是背後大學 就研究 譬如你 地鐵的數據 有些就研究 你在政府 省政府 洩漏出來的文件 有些就研究 在社交媒體裡面 究竟你的搶藥情況 如何如何 而有些就研究你的庫文 一個月裡面 只是知名人士 有十六個權威人士 死了 是沒有 不知道什麼事 不知道什麼事 包括醫學界 戲劇界 科學界 教育界 說一下名字 我就不懂了 可能我們的網友 有些是專業人士 或者做電影 做科學 譬如 有一位叫方暉演員 我不知道 他說是北京電影製片廠著名電影演員 還有 中國電影資料館前官長陳景亮 前北京電影製片廠著名攝影師羅德安 還有中國知名演員 副組成 中國導演黃景光 北京戲曲藝術職業學院公佈 資深女聲儲蘭蘭 這些我全部都不認識 還有 研究重症醫學的開拓者陳德昌 著名的空心外科專家李澤堅 風濕免疫學家蔣明 口腔醫學家王邦康 還有藥劑醫學藝 不過減 當然你可以說 天晚上有人死的 中國這麼大 你不怕就是行 不用咬 你覺得你不怕就是行 至於死 最近幾多名人去世 過程 鄉項 比利 �利 Vivienne Fastwood 這些都是用了 這些都用了 道理的 就是一個偉人 其中一個指標就是 你不是要熟悉他的範疇 你都知道他的 他真是偉大 很多人不看足球 不是跟著足球 你有沒有聽過球 你搜尋球王就是給你了 球王給你 沒有的 你後面有無限這麼多 當然馬達娜他們現在就在天堂中相聚 我相信很多人來說 你講球王都是給你的 那種恐怖之處就是 我沒有看過被你踢球 我也沒有看過被你踢球 但你覺得他就是球王 當然有些數字很厲害 相信後無來者就是三奪世界盃 譬如Vivian Vestwood 你不懂時裝你都聽過 你不知道 他偉大就是這樣 偉大不是他的範疇 而是他的影響力 是跨越一個行業 Tom Cruise 這個很爭議性 可能你未必覺得他是偉大演員 這個比喻不是沒有 收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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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譬如Michael Jordan也有去 你不懂得籃球呢 他是籃球之神 Michael Jordan 為何要講Vivian Vestwood呢 我當然不是一個時裝解 熟悉時裝解 但是 我看到他報道對他有些名言的話 我就覺得 雖然我完全對他的作品 對他的生平一無所知 但是我看到這幾句話 我先假設 是他所說的話 我覺得 很帥的 沒有想法 就沒有巔峰 還有 我最喜歡的一句就是 如果你有能力改變自己 你就有能力改變世界 當然 有些人就會覺得 他是Vivian Vestwood 不要 不要撈亂的次序 千萬不要撈亂的次序 是他相信他會改變世界 他最後才改變世界 他不是成為了Vivian Vestwood 成為了所謂的名人 然後才相信他可以改變世界 抗爭也是這樣 是吧 最後可能我們抗爭不了 但是我們一定要先相信 我們要先相信做到 如果你連相信也做不到 不如不要做 真的 香港有幾個字 是被人搞到 爛了 就是夢想 和信念 但是 是要有的 是要有的 講爛了是那些人講爛了 這兩樣東西本身是沒有問題的 人應該有信念 人應該有夢想 人沒有夢想和你咸魚是沒有分別的 這句說話是對的 只不過 香港沒有人做到給你看 好笑 因為香港人的夢想 以前 買樓 又沒有錯的 你買了一層樓 你現在是法蘭達 你現在 樓價跌了15% 今年大約 都是很誇張的 你隨便一間500呎 我當你身身 我當你500萬 以前沒有 這個估值 不算 不算很進取 我當你500呎 500 五百萬 你在外國 美國現在 美國就說到樓價跌了 樓價跌了 人家平均一間樓 40萬美金 你自己隨便一計 也不用說其他地方 所以 香港以前的夢想就是買樓 你買樓就 是人生贏家 但是這件事 不是對的 當 有一天 樓價真是倒楣 或者當香港 不是再那麼有錢的時候 可能大家就可以去到基本那裏 其實人是為了什麼 人的生存是為了什麼 這個很深 這個大家唯有 我把這個這麼深的問題 交給這個 青年屠毒室 交給哲普那班人 OK